你好 欢迎收看5月2号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陆绘 花联新议会定期大会召开 在今天进行的是县长施政报告 县长徐正为他对今年疫情影响到民众生活 他表示宪服给更多的疫症投入 希望让疫情可以获得控制 并且对于未来发展环境永续 人与大地万物合一 人是小宇宙 大自然是大宇宙 还有人法道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 自然为题 报告花联的永续发展政策 花联县议会开议的第一天 县长施政报告就针对了疫情情况 以及智慧城市 农业发展 文化空间 社会福利照顾展开施政愿景的报告 而在109年花联县提出的合进 再到110年提出的卖精品 主要的核心思想和价值是 人马地 地马天 天马道 道法 道法 自然 而人是一个小宇宙 天是一个大宇宙 在大小宇宙 也就是说人与自然 要和平共存 而且要共同和谐 这也是在花延县这多年来的施政理念中 我们的政策目标以及导向 老天爷给予台湾 非常棒的一个福尔摩沙宝典 而我们这块土地建于 亚热带和热带国 所以台湾地处在非常非常具有优势 而地理条件天然环境也非常非常好 其中花蓮更是珍宝 所以在花蓮整个在地条件 无论是我们有整个台湾百岳 将近40座的百岳在花蓮 我们有绿森林轴盖 以及花冬重五的轴盖 还有现在面海的丰富的海囊的支援轴盖 也造就了我们在国土计划的上櫃 做了三种三星多亮点 县长许正伟也指出 台湾的百岳就有40座在花蓮 美丽的东海岸这些都是花蓮的珍宝 以智慧城市三轴三亮点 智慧城市永续花蓮 持续推动花蓮的城乡发展 以软实力真功夫建构花蓮城市永续蓝图 记者凌桀花蓮市采访报导 之后 这些东西过得超过 东西都不错了 当我计划 我计划